病毒 病假 請進 哥 我們幫幫我抓了好多小遊戲在隨身碟裡 你陪我玩好不好 好啊 不過你等我一下喔 我收一下email 好 好了 來看你的隨身碟吧 咦 你還有三封電子郵件沒有看呢 這幾封是來路不明的郵件 有可能含有電腦病毒喔 如果開啟了他所附加的檔案 就有可能會讓電腦中毒 輕則資料損毀 嚴重的話 電腦還可能遭到控制呢 只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殭屍病毒 殭屍病毒 阿嬤 阿嬤 救我 公司妹 阿嬤來了 阿嬤 你在幹嘛 阿嬤 殭屍才不會白癡啊 阿嬤 殭屍病毒不是指真正的殭屍啦 而是一種電腦病毒 一旦中了殭屍病毒 網路骸客除了可以竊取我們電腦裡的資料以外 它和其他病毒最大的差別是 網路骸客可以藉由潛伏在電腦裡的病毒 控制我們的電腦 把我們的電腦當作跳板 進入網站發動攻擊 抗亂受害者的網站 這樣我們的電腦不就變成網路骸客發罪的工具了嗎 對啊 所以我們要更謹慎的預防才行 我們是阿嬤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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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更順暢 才有機會啦 好 謝謝阿嬤 那我們趕快來玩吧 額 這是什麼啊 防毒亂體在掃描隨身疊 看看裡面有沒有病毒啊 隨身疊也會感染病毒啊 當然會囉 我們常會利用隨身疊在幾台電腦儲存及交換檔案 一旦某台电脑存在电脑病毒 电脑病毒就会感染随身碟 随身碟再进一步将病毒散播到其他电脑 如果一不小心 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好恐怖哦 这样我以后都不敢用随身碟了啦 你也不要太担心 我们可以在电脑里安装防毒软体 并且在插入随身碟时 先扫描看看有没有病毒 这样一来 电脑就像多了一层防护罩哦 而且也可以避免自己 无意中再将电脑病毒散播出去 很棒吧 要去哪里找这种防毒软体呢 除了购买正版软体外 网路上也有许多免费防毒软体 可以下载使用啊 不过你记得 一定要到比较有公信力的网站下载 因为随便连接不明的网站 也是有可能会让电脑中毒的 只要做到刚刚说的几点 1.安装防毒软体 2.不乱开启可疑的电子邮件 及连接到不明的网站 3.养成开启档案 及随身碟前先扫毒的习惯 这样一来 对于防止电脑中毒 就可以达到示范功倍的效果了 哥 你真的好厉害哦 我明天要赶快去告诉同学才行 那我们赶快来玩游戏吧 好耶 全民防害 网路无害 爱的基地哦